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響編輯部》的YouTube頻道頻道 首先這裡有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1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響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香煲和三台沙冷氣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這個齊礦疫聘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這一節我們講一下日本、東京、奧運所發生的事 其實現在是越來越惱惱的 我們等就會講一下他們疫情的狀況 但是這一節主要是講一下很多花不太好的東西 第一件事其實是在我們這裡的時間 日本時間晚上就傳了出來 就是說它東京的主場館 開幕式主場館 叫新國立競技場那邊 竟然發出了一件風化案 有一位女子就向警方說 有一個烏枝別客那裡 同樣在那裡做兼職的人 對我霸王硬上攻這樣說 一說完之後 哇,警方就很緊張啊 日本警方立刻在星期一 就把這個壞人抓住了 那麼這位人兄呢 就是三十歲的 叫做拉克馬圖拉耶夫 哇,很長啊 那麼這個疑犯 那麼三十歲就還說自己是大學生 就跟這位二... 是啊,三十歲還說自己是大學生 就跟這位二次陳家居 哈哈哈哈哈哈 說得對啊 奇奇怪怪 三十歲還是大學生 如果我三十歲在讀博士 我都可以理解啊 哈哈,那是他掩飾而已 那麼就去了日本就說跟這個女兒 二十歲的日本裔 日籍本地人 在同一個奧運場館做兼職的 那麼也都是有這個識別的證件等等 那麼根據警示廳 日本警示廳說 這個壞蛋就在那天 衣頭飾這位女孩子 然後就說 我們一起去看一下觀眾開幕式 就是觀眾直接看開幕式的彩排啦 反正看不到的這樣說 於是就說 懷疑他在彩排之後 就對女事主做一些壞事了 那麼當然了 就是被人告的時候 這位阿哥就說了 這位壞人就說了 我沒有罪 我沒有做 我是沒有罪的 為什麼? 雙方你情我怨的 他沒有大大聲說不怨 這樣說 嘩 嘩 那你繼續吧 我聽到這些多數都是這樣回應的 那些人 十個月九個都是這樣說的 但是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但是怎麼都好 這件事是會令到奧運更加醜的 整件事就是 那些人說 嘩 又一單 很多人都沒有這樣的 大家都知道 而且呢 其實現在奧運的開幕式 有一種說法就是 隨便算了數了 就是不是一個盛大的開幕式 一個走馬漢花的開幕式都還沒有 那麼這個是第一單不是那麼好的消息 而第二單呢 更大的 又是大大 那你奧運一定有一首主題曲的 是不是? 沒錯 每屆都有 每屆都有 那這次負責這個主題曲的音樂人 叫做小山田貴午 那為他開幕作了一首歌 開幕閉幕都是由他作曲的其中一位 這時候 他不是單單讀讀的 他是其中一個 那麼 那他愚蠢蠢 就是這個人 被人問起他 年輕的時候 就是跟人聊天 去那些雜誌裡聊天 電視台啊 雜誌那裡聊天 那時候 到底他 年輕的時候怎麼樣? 他笑笑口這樣說 我年輕的時候很衰的 他在雜誌裡採訪 我年輕的時候很衰的 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喜歡霸凌的同學 尤其是是查 尤其是身體有問題的那些 嘩 這麼衰的? 說真的很衰 是啊 他說他不是受害者 他現在這位小山田貴午已經52歲 他說當時我不是受害者 他是家害者 對於被他害的人 是做出很多不好的行為 大家想像到 逼人脫掉衣服 然後很多噁心的事 我不想說了 再說尤其 但是最過分的 就是抓住他 然後一個 過堅術 壓到他下去 哇 壓到那個人 那個人 那個人是一個身體有缺陷的人 我沒有人性 是啊 還有 那我也欣賞他講出來 那有沒有向那些人道歉? 先 他是笑笑口的說 那些人拍著他的 那條片等等 真是很過分 你當沒有一回事吧 這樣就不行 他不是笑笑口的說 哎呀 回想起當時我做的事 真是錯了 真是很過分 我想在這裡和大家道歉 道歉 道歉 大家想一下 好像某位老人說 我為老不尊 那種這樣的 小老人說的 那種態度 糟糕 就是你不應該這樣 一講講完 現在全世界就說 你說這種行徑 真是令人發指 因為他是很詳述 去幫他 是怎樣加害人 是很詳述 如果在現在這個情況 就是這樣做 坐得監 那種 這個人也挺無恥 就是 我就當你 當你 是懺悔 那你笑口細細 還有 會不會不是一個好時機 一是你早些 是遲些 剩下幾天 才來搞這些 你是不是害阿偉仔的 家義偉夠慘的了 大哥 是吧 原來他是間諜 他是無間道 反奧運的無間道 他特意犧牲自己 來一個和你玉石俱焚的戰略 讓那些人 不會再去講奧運 可能是這樣的 但是無論怎樣也好 那很多人指責他 喂 你的壞樣不像反省 你像炫耀 這樣講 於是就有人在網上聯署 要踢他出去 但是 現在 在那些 日本網站搞聯署 那這件事 結果他是知需的 立刻他出了Twitter 就說 我要誠心表達協議 但是奧運會 快要開幕了 我不能夠離開 作曲團隊的 這樣講 東京奧委會 其實老實說 他們那一筆人 分分鐘都說 這些東西壞了 可能自己都做過 那幫人 我不知道 日本的霸凌風氣 是很厲害的 所以他可能對 學校的霸凌風氣很厲害 所以呢 那個 他們就說 哎呀 小山田貴吾的做法 真的不能夠接受 不過看在他 有很多貢獻份上 希望大家給他做到最後 這樣講 但是已經是很嚴重了 就是 因為 日本的霸凌行為 是霸凌到一個地步 連這個 現在這位 日王名人 是不是名人 那個女兒 公主走去讀書的時候 被人霸凌 嚇到她 是啊 是故意欺負她的 公主又怎麼樣 搶她的東西 扔她 扔所有東西出去 嚇到她媽媽 就是皇后 要走去 當時的太子妃 走去學校投訴 就是 基本上 就是大家以前看叮噹 就是現在叫多拉A夢 是這樣的 那種情況 是好過分 你知道大雄被這個半虎搞 就是這個 紀安 現在叫紀安 現在叫紀安 是一模一樣 是很過分 這個是他們的文化 其實西方都有這種文化 不過近幾年 有有 私校都很多 私校仔都很慘 女孩子多一點 反而 是嗎 據我所知道澳洲 我知道澳洲 所以其實他都很嚴重 整件事 就是近幾年 就比較著重了這種風氣 就是說我們要跟隨這種風氣 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這個事情現在又撩出來 所以你自己是該死的 為什麼要撩出來呢 可能他在心裡很久了 和他想害菅義偉的 那種慘 菅義偉 唉 真是我覺得 不要做了 還是他幫安倍開腦 這個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菅義偉 大大鑊就是人都知道 那說一下他現在那個民望 民調 菅義偉偉仔 你呢 就已經講到明了 我會再接再例去競逐自民黨的 的職位 你講就是我想講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要撐起 撐起這個台 難道說自己頭睹睹睹睹要走嗎 他現在的支持率就是35.9 是他上任以來一年之間最低水平 最重要的當然是對他的 對冠狀病毒 他仍然舉行奧運感到不滿 是不是 那他也是被人被捕上 大佬 是的 企業被捕你上去 美國被捕你上去 你可不可以不去 其實我是有些佩服他 可能他是這樣想 算了 擔此大任 這個世界總有些人要扯這隻虎杯 扯了他 就是這樣 那他現在希望 很偉大的 是 搞完之後 就被人在後面 咬他的功勞 其實都是慘慘豬的 那麼對他的 disapproval 就是 不認同他 就是49.8% 是9月以來 有史以來 最高的 不認同 而對於 對於 星期五 奧運會開幕 有超過30%的人 仍然認為取消 這樣 但是已經沒有辦法了 所以剩下30% 那麼現在呢 星期六呢 那時候呢 剛剛最新的民意調查 就是87% 仍然是覺得 這個東京奧運 和殘奧會 是很擔心 很擔心 並且有67%的人 認為 喂 就是 新近來 治這個病毒 又緊急狀態 都是廢的啦 都是廢廢的 那麼對於 原本就說 不給賣走 現在又說 給你賣走這件事 誰應該要揹呢 就是菅義偉 有72%的人 喂 你應該要揹了他 這樣說 但是說 但是其實 要揹的 就應該是提出 這個計劃的官員 要揹啦 管那個要揹 因為你沒有想 想清楚 提出計劃嘛 但是只有26%的人 說是這個部長要揹的 真是慘 就是 其實日本的官僚 我覺得是日本的官僚制度 而想成 就是它的官僚 是比較僵化 而造成 是很明顯的 那麼對於現在來說 有64%的人 是不支持現在政府的防疫措施 什麼鬼都不支持 只有33.9% 做得OK啦 算了 撐一下你 所以是很麻煩 那麼現在 現在到底是怎樣呢 就是菅義偉其實 整完就不用選了 我個人覺得 他說要走出來選自民黨總裁 不過是虛仿一槍的 如果他要救回自己 很明顯只是靠一件事 就是中國 咦?他是不是叫中國幫手 中國已經幫了很多手 至少 不是 向中國開拖 我想就是轉而視線 是啊 是啊 就是向中國開拖 轉而視線 但是中國肯過來這個奧運會 他都已經很幫他手了 是不是? 而另外 但是他現在就 向中國開拖 是很明顯的 那麼 為什麼這麼說呢 大家都記得 他那個麻生太郎 中山太秀兩件事 就是兩個人 對不起大家 那麼 兩個都副手 已經走出來 拆美國人鞋 就說 和中國死過 現在呢 就到日本的外務省顧問 前駐美大使 參山進夫 就接受媒體訪問 就說 嗯 我們肯定 拜登政府現在鞏固盟邦 對抗新冠疫情 和經濟服務方面的表現 拜登好東西啊 醫治吧 這樣說 我們 現在我告訴大家 美國 對我們日本的信賴 和期待 是前所未有這麼高的 而為了壓制這個 疑似違反國際秩序 中國的舉動 我們應該怎麼分擔的職務 才是關鍵呢 哈哈哈哈 這樣說 就是擦美國鞋 擦到 哇 飛起 那當然啦 要借美國的勢 噔噔噔走出來 那 就說壞些 美國人支持我們日本的 但是我們日本人 不要這麼自卑 是不是 記住要支持奸二位 支持我們自民黨 那種勢頭 支持奸二位的支持自己 是嗎 是 是啊 一爭就爭 就說 大家貴自己鼓掌 那些人 鼓你 鼓你了 你屁股就鼓 鼓你的屁股就有 真是脆脹 其實中國是很無奈的 就是當全世界 留意一下 當全世界的政府支持率 有些問題 或者是一些反對黨想 採奪權的時候 就要找中國出來出氣 或者叫做稻草人 是啊 是 租溫頂剛受氣 這些叫做 真是大鬼 我都替中國慘 就是 外交部發言人應該會有話說的 我也都是 我也都覺得 那些雞毛蒜皮的官走出來說話 中國都要外交部回應 有時候是不公平 為了智伯堅先生和郭文斌先生 經常出來 還有華大姐 還有華大姐 那些無厘頭 抓的人 經常都 就是沒有辦法了 這一次奧運 不斷有醜聞出來 都不是很笑頭 那無論如何 希望進行活動的時候 千萬不要爆疫 不過我們會有一節說一下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那我們就講到這裡 回來再講其他話題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